另外还有一名万幸男子在挑战攀登马驳横断路线的时候 疑似出现了废水肿的情形 他独自脱队请求救援 消防局救难人员立即前往搜救 而空情直升机也出动协助 幸好这个男子送医之后没有大碍 空情直升机飞进云海准备前往山区救援 在发现登山课后立即进行吊挂作业 将男子小心翼翼拉上直升机 发生山难的地点就在马驳横断 一名万幸山客在初一参加登山队 疑似因为高山肺水肿导致呼吸喘疾咳嗽等症状 自行脱队独自一人行走 在马西山三角点手机通讯点打电话求救 消防获报后立即出动空情黑鹰直升机展开救援行动 本局于接获报案立即成立前进指挥中心 并申请航空器及集结地面部队前往搜救 所幸当时花莲万里无与机场风速以及能见度 都是可以起飞的状况 赶在变天前顺利完成吊挂救出山客 直升机缓缓降落德星运动场 身穿灰色外套的万幸山客还能下飞机自行走上救护车 让救护人员顿时松了一口气 至于山客脱队是否违反登山规定 还得等消防局调查 记者洪少璇 徐丽晴花莲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